选择人生置业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样子 想带您看这位一路认真念书 后来是学画工的工程师 是在学做意大利念的时候 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 当你在科业上还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 你之后其实就会照跟着那个潮流 就是这样子去前进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开始去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 是人生也许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去做 李欣哲花了好几年时间找到的答案是 即使清大化工毕业 人生的舞台也可以是在一家小餐馆的厨房里 他不是还有一个淡菜吗 他压腿要帮我注意时间 这大概是身为主厨兼老板的他 大半天下来说过最严肃的话了 对理心者来说 员工是伙伴 是朋友 还能教他很多事 我现在接触很多就是 包括我的员工或者是实习的学生 其实我现在客观跳出来看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生活层面 都比我当初广泛的太多 丰富的太多 因为在他们这个年纪时的 李欣哲只懂念书 即使从小陪着妈妈做晚餐 早培养出对烹饪的兴趣 却不敢做升学之外 其他的生涯想象 考高中的时候就是想说 我要不要去念餐饮科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说 不然去申请个高雄餐理学院 这样 这些事情都一直在发生 但是都被家人 或者是都被我自己 不够勇敢的内心去阻挡下来 来的声音都会是告诉你说 这些事情是很辛苦的 然后到底辛苦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这些辛苦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那之后可以造就什么样的不同 毫无社会历练的人 哪想得到这些 毕业后顶着名校光环的他 顺理成章进入外商 当业务工程师 却越做越没劲 家人朋友看出我的抑郁 对 我不是那种会有忧郁性格的人 但是车子开得越来越快 然后饭吃得越来越快 然后在外面已经跟客人讲话 讲了八个小时了 然后回到家里站 就不太可以想要讲话 头衔收入 没让他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四年来 他不断回想求学经过 自我剖析 理论的课程上面 我是我们全班倒数 可能就是55个人 没有倒数第50名之类的 但是遇到这些实验课 我可以是班上 可能前三个结束实验 但是实验结果还比班上 成绩最好的同学还要好的 的那个人 我既然喜欢美的东西 然后我又喜欢试作 那我可以做什么 对 那 重新学习一门艺术 也许是一个 太缥缈的一个 一个方向 对 那所以我就自然联想到 我另外一个兴趣 就是烹饪 27岁那年他决定改变 只是怎么踏出第一步呢 李新哲先算好积蓄 能让他撑多久 再把自己归零 选一个和台湾一样 物产丰富又多元开放的地方 去好好学料理 那是梦想中的 美丽国度意大利 他一道一道经典的名菜 都是他每一个地区 地方 当地所盛产的物产 去排列组合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结果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应到台湾的物产 那是一件 可以创造出一些很美的东西来的 在厨艺学院学习两年后 还要到当地餐厅实习 直接面对只会说意大利文的主厨时 挑战来了 有次对方要他帮忙拿素素 我自己以为我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我就进去拿出来 他说不对 然后他就再讲一次 然后告诉我说在储藏室的什么地方 我就再进去 再出来又拿错 你知道意大利人耐心没有很好 他还是拿错 他就再讲了一次 进去第三次出来我还是拿错 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就把那个东西砸到墙上了 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可见当时冲击之大 但李新哲从没被击垮 因为益菜太有意思了 光是意大利面就有好多变化 什么面搭配什么酱料都有规定 面本身还很有学问 为了把它做好 在国外时他积极练功 回台后还租了工作室 专门生产生面和手工面 那不容易的 生面即使能用机器做 过程中还是得有人在旁盯着看 我们希望是一开始拿起来之后 它是会成型 但是轻轻一拨又散开的状态 确认新鲜的蔬菜汁或果汁 和面粉混合到这样的程度 才能开始压面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其实吃意大利面这件事情 真的是在吃面本身 就是面粉跟水 或者是面粉跟蛋 他们就组合出来之后 面本真的香气 然后风味跟口感 说到口感 理行者自豪地 还有费工的手工面 在台湾愿意花时间 自己手做的店家并不多 以毛尔面来说 光是练就两指并用 压出突突的小圆顶 再以刀具顺势刮出 面体表面的纹路 至少就得练习两个月 它这个半圆形呢 可以承载我们想要的酱汁 它这个粗糙面 在烹煮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完美地释放淀粉 那释放淀粉呢 那个酱汁就会更滑顺 小小一块面体里有大大的学问 这是让李新哲不嫌麻烦 坚持要做的原因 还有一点也令他着迷 既有像雕塑 比如说陶艺 我在求学的时候 很喜欢去上这些手作 然后关乎于美的事物 似乎回来印证了 就是蛮适合做这件事情 手感不同会捏出不同个性的面 这有点像是艺术创作 李新哲乐在其中 所以在国外时 他就立志一定要把这绝活 带回台湾 让更多人认识正统的意大利面 但创业哪有那么简单 道地的意识风味 可不见得人人都能接受 像是他在当地学到的蛋黄面 酱料只用蛋黄调起司 顶多再撒点胡椒和盐 完全不另外加鲜奶油的 面煮出来跟培根它有余温 所以可以让那个蛋黄 呈现半身熟的状态 那它其实会开始 慢慢地变成有浓稠度产生 但这浓稠度和口感 对台湾消费者来说 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够滑顺吃不惯 所以为了能好好介绍沟通 李星哲决定先从 预约制的私厨做起 磨练几年慢慢站稳脚步 再开餐馆 没想到2020年装潢完工后 疫情考验一波接一波 昨年5月就是最惨的 那时候疫情再度爆发 然后5 6 7月都是禁止内用的状态 那时候我们就遇到了 真正严峻的挑战 每天都会看着 那个取消定位数字一直减 一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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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心意压力就非常大 他没表现出的焦虑 员工却感觉到了 老板 我们干脆就那个 去放无薪假 没关系 然后我们就 就先休息一阵子 对 但是 我觉得一来我退无可退啦 因为我没有说是说可能很雄厚的资本 然后可以让我再去维持几个月不营运这样子的状态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时候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就是如果我这时候放弃了 可能我就永远再回不来这样子的状态了 那时棋手不少餐厅歇业后再也没开张 理行者怕自己步上后尘 对于我来说这间店就是我整个人的延伸跟投射 它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置业 我想要证明我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然后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对 所以停下来从来不是在我的考量之内 对我来说我那不是一个选项 要撑就必须想办法 那时他参考国外转型案例 尝试以餐车模式把餐点轻送到客人面前 但这就得克服意大利面最好现做现吃的局限 面的部分呢当然就是 我们把它煮硬一点 然后去挑选可以承载的酱汁 对 然后此外我们也卖白饭 要微调做法要东奔西跑很苦 但当下他却觉得好温暖 去送餐就已经是很大的感动了 比如说大叔大叔不知道带着面罩吗 带着口罩啊 然后在发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双眼睛在对你笑 然后你就发现是你的好朋友 就是真的很诚心地去感谢他们 他欣慰的不只是努力被看见被肯定 更是身边有一群一起熬过疫情 能共同打拼的好伙伴 小时候的我可能会骄傲 但是现在的我是越来越谦卑 因为我会觉得挑战是会一直一直发生 不要把任何一个阶段当做自己最大的成就 因为那表示你之后不会有再进一步的可能 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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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下个月来烤个肉吧 现在的他 免外商公司的光环和优渥收入 但能不断进步创新 这是他想要的样子想过的人生 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有时候也有不同的机缘 广告之后带您看的这一位 他是在咖啡园里发现自己 跟大家说这是北投的咖啡 大家都会觉得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生产的环境 是真的在生产咖啡的这件事情